您可以帮孩子制作一个天气的图表 去帮助他们学习有关天气的概念 您可以从不一样的天气开始说 像是晴天、阴天和雨天 您可以画一个图表 留些空间在一周的每一天 或是用一个日历 每天孩子可以给天气画个记号 一周结束时 您可以和孩子一直看着图表 并一起讨论 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孩子 学习有关天气的变化 在这三月中是这个人的水底下 最重要的一个人的感冒 全部就学习地感冒 等到一周的背上 我们下一个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 这些比较 多一周的 这个 这些编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